腸液的分泌跟唾液的下 也就是似乎都是神經的反射 好像沒有內分泌參與起座 好 那我們要進去講腸液之前的話 我們當然就講到剛剛的 我們剛剛掂課前 是有埋下一點點小小的努力 我們是不是說 過去我們會把那個腸分泌出來激素 會去抑制胃 我們會把它稱為腸液味激素 對不對 腸液味激素 那當然現在已經說了 似乎沒有一個激素 真的就是專門腸液味 對 而是剛剛講的那一些 它有附加的功能 它除了刺激肝臟膽囊跟瘀藏之外 它其實有異味的功能 這樣OK 那小腸的話剛剛說過了 它基本上就是神經 它就是一個這個自癒神經的反射 所以這個布朗尼大腸肺心 也沒有內分泌的介入 那另外的話呢 我想我們直接講重點 因為小腸它是整個消化 或者我們說整個分解的完成 也是吸收的開始 那當然我們講吸收的開始有點過分 因為有一些東西在口腔也可以吸收 在胃也可以吸收 不過主要的大量的還是在小腸進行 那我們在一開始說 細胞內的重要成分的時候 它是不是先從基本的 然後慢慢講上去 例如說單糖 雙糖 寡糖 然後變多糖 例如說胺基酸開的一片蛋白質 大家懂我們的意思嗎 那個聚合的過程 那分解就有一點是反過來走的過程 所以你就要記得 要記得什麼 記得它是什麼形式 是屬於可以被吸收的形式 所以糖嫩要分解成單糖 蛋白質要分解成胺基酸 核酸要分解成零酸五碳糖 含氮鹼鹼脂肌 脂肪要分解成乾油跟脂肪酸 是 OK吧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需要什麼酵素的參與 這就是重點 脫糖進來之後 就會被脫一臉粉酶分解 但是它其實作用很有限 所以到小腸還有一臉粉酶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很多的澱粉 其實是沒有被脫一臉粉酶分解的 除非你一口飯在嘴巴裡含很久 那這個就噁心了 除非你真的一口飯在嘴巴裡 所以你有過嗎 慢慢的咬 慢慢的咬 慢慢體會它散發出來 那種淡淡的甜味 那那就是很久了 我的意思是那一口飯在嘴巴裡很久 它讓脫一臉粉酶已經可以分解 把它變成 因為澱粉吃起來不甜 對不對 可以把它分裂成有甜的東西 國中不就是有一個不堪回首的實驗嗎 就是收集這個去分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趕快再往下看 那接下來的話 所以沒有關係 一口飯 而且話說大家知道嗎 這個脫一臉粉酶 它其實的重點是在於分解澱粉 所以叫澱粉酶 但是也可以分解乾糖 大家知道嗎 因為它的間接還算好可以 它都可以打斷 但是纖維素就不行了 所以很怪對不對 它們一樣都是以皮膠酶為乾皮 所構成的聚合物 但是其實就我們的這個酵素都沒有辦法砍它 但有一些細菌分泌的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牛仔搞四個胃 有一個是發酵草嘛 就是裡面就靠細菌來幫它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是不是澱粉酶把它砍成這個雙糖 然後接下來的話在腸的雙糖酶 然後就可以把它砍成單糖 那麼就可以吸收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那蛋白質它這邊的話呢 你看基本上它已經被砍了 它應該就不叫蛋白質 應該就叫多酶了 那多酶的話就有長短 可是很好玩 儘管如此 有沒有發現它還是叫胰蛋白酶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它也沒有叫胰多酶酶 它還是叫胰蛋白酶 好 所以可能是基於我剛剛講的原則 它只胰倒砍下去 它分子還是很大 或者你可以說不是每一個都會被砍大 所以總之有胰蛋白酶 接下來也有胰蛋白酶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整個酸化的完成還是要靠腸泰酶 對不對 把它分解成胺 不 把胺分解成胺基酸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核酸 所以有沒有發現 剛剛的這個糖的一個蛋白質 一個在口腔開始 然後到小腸結束 另外一個是在胃開始 然後到小腸結束 接下來是直接在小腸開始 直接在小腸結束 所以它就會有胰的核酸鎂 然後接下來就有腸核肝酸鎂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這邊很麻煩 就是胰臟的部分的話 它在小腸完成 可是主要 I'm sorry 脂肪的部分 它一樣在小腸完成 可是它靠的主要是胰植鎂 靠的主要是胰植鎂 我們每天分泌到消化道當中的消化液 很多欸 你的 你這個脫液啊胃液啊 就是這些的消化液全部加起來 我會很好奇科學家是怎麼做出來的 你全部把它加一加 我們的血液才多少 就是看你自己的體重體型等等 我差不多是不是三四五公斤這樣 會生氣是不是 好 我會生氣 所以我沒有說斷考說那個人六十五公斤 他就趕快給他編一個男生的名字 我是不是有跟你說過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好啦 沒關係 所以其實消化液分泌的 有人是說一天當中你分泌的消化液的量 可能跟你的血液總量差不多 好 差不多啊 但是從課本的數據來看 好像還超過的嘛 除非這個人有分量是不是 所以你看 脫液每天會分泌1到1.5公升欸 然後呢胃液會有1.5公升 欸這個沒有一個範圍啊 是不是因為脫液的分泌差很多 跟你吃東西說話 還是什麼習慣有關 然後感知大概1公升 一液大概1公升 腸液大概2公升 你看加起來好多欸 對不對 那你們除了知道這些消化液 分泌進消化桃之後還染後呢 染後呢 所以你的分泌就很水了 因為有這麼多juice在其中啊 對不對 所以你的分泌就很juice 我不能這樣用英文嗎 哎呀 我都會懂 是不是 好啦 所以其實 那從這來 什麼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其實不會欸 我的意思是說分泌不會那麼水 除非自己拿肚子好 因為這一些分泌進去之後 在小腸吸收也會一起吸收進來 如果特別是它裡面水跟鹽的成分 那你如果是酵素的成分的話 它當然也有可能會被分解壓 對不對 好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喔 那麼 感谢观看